《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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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來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我認為深度帶來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讓我們市民重新地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裡頭 主要的作品 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內容 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 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文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 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 就是說工藝術在台灣 甚至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所以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一起去拍攝 一起拍攝 一起拍攝 所以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帶我們所有的朋友 一起來看一看 我們整個鐵路改建工程局 沿線的這個南港車站 跟松山車站 這兩個應該是我們這個專案裡面 規模最大的兩個車站的公共藝術 我先做一點背景的資料 像在整個南港車站 其實剛才大家從捷運出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一個公共藝術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的案子 那個是捷運局的案子 是那個陶亞倫先生的捷運馬 這件公共藝術 我們在月台上看到它做了一個 像類似船的意象 上面有很多桂花 很多過去南港以前的 歷史人文的一些經濟活動 它是做在它的公共藝術上 那待會我們要進到的是 這個南港車站 我們就可以看到 局員這邊幫鐵路局所執行的 真正的公共藝術 那南港車站的公共藝術 總共是有七件 可是因為工程的部分 可能今天大家只能看到三件到四件 好 我們等一下上去看一下 那個交通環境的融合 那麼它的征選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邀請底件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公開征選 我們把經費規模比較大的 都留作公開征選 提供給國內外的藝術家 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可以來參與我們國內 這麼重大建設的公共藝術的設置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就去看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然後看我們 先看我們南港車站的公共藝術 作品叫做守護天使機械獸 這個作品非常可愛 這件作品是我們邀請筆劍而產生出來 當初我們邀了三位藝術家 然後由李明道先生的這件作品勝出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造型 好像這個外太空的一個生物 它是一個有故事的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外太空星球的一個家族 有一個大家長帶著小朋友 好像爸爸媽媽還有三個小孩 所以他們經過了地球 看到南港車站 因為大家知道南港是一個舊社區 然後慢慢在城市發展的中間 它先有南港的這個科學這個軟體園區 整個的地方開發 是一個新舊文化的一個結合 而且它的發展當中 是以科技為一個發展的重心 又有南港展覽館等等 整個土地在從以前好像南港是很偏遠 到現在是一個很熱門的這個 好像這個房地產的一個大家注意的一個焦點 所以在藝術家我們在做整個 南港沿線公共藝術的規劃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把這樣的一個環境 在這個城市裡面 這個區域的環境變遷跟歷史變遷 能夠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 李明道先生他的作品一向就是把玩具 受到日本的動漫化的一些影響 還有跟遊戲做一個結合 所以他的作品跟民眾的互動都非常好 OK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作品裡面 他結合了很多燈光 還有上面這個LED的電腦程式的設計 那他這個嘴巴裡面的這個螢幕呢 他已經設定好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都有一些問候大家的文字出現 所以當民眾來到車站的時候 馬上就會被這樣子的一組造型 很平衡 很特別的這個作品吸引 而且當你在這邊駐竹的時候 好像他會跟你講話 他的嘴巴上面就會有文字出現 好像在跟你對話 所以這樣的一組作品 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歡的 我不知道各位大家看到覺得怎麼樣 就是說其實公共藝術 他是可以比較輕鬆的 是可以跟我們比較接近的 不用是太宏偉什麼看不懂 或者是藝術到我們不能接近 其實公共藝術應該是讓大家能夠親身接近 我相信以後當整個站體開放 大家現在很幸運 就是說當整個站體開放之後 應該很多小朋友或者很多旅客 他出站之後會在這邊駐竹 或者大家我們今天約在哪裡碰面 我們就在南港車站的那個機械獸旁邊碰面 大家就聚集都不會走錯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標型的公共藝術 而且他的經費也還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覺得這一件作品 會跟大家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互動 那這個上面會不會動 不會 不會 都不會動 對 因為說實在的公共藝術 他在公共環境的空間裡面 在管理上面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旁邊有一個人 24小時在旁邊跟大家介紹 因為有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民眾太過熱情 會跟太喜歡他了 就常常會拉扯他或是怎麼樣 尤其像他有一些關節的部分 雖然是用不鏽鋼很堅固 但是還是要小心點 一旦他會動的時候 依我們的經驗就是很容易就壞掉 在可能一年保固期不到 他就已經不堪使用了 所以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大家可以再靠近一點來看一下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 然後他這件作品設計在 當初設計在這邊 是因為他的背後還有這個山區 那他的設計就是 這一些可愛的星球 或者這個外星生物 是從這個山這樣 慢慢這樣子走過來 走到車站這邊 然後跟大家打招呼 要來守候大家這樣子 這件作品呢 不只是林順龍一個人的創作 他還邀請了一位女髮的 非常優秀的科技藝術家 叫陳朱英女士 跟她共同合作 幫她做了一個電腦的軟體規劃 但是因為現在是白天我們看不到 搭火車嘛 準點很重要 這個準點包括了我們的旅客的準點 也包括了台鐵 台鐵 大家都覺得他的火車常常拖班 不準點 其實這個也蠻否刺的 在這裡有一個端點 有一個時鐘在這邊 希望大家這個都可以損失 然後在晚上呢 這件作品很重要的一個 就在於他的這個電腦互動 這個到晚上的時候 它是會發光的 大家看到這個玻璃有沒有 為什麼上面會有這樣一小圈 一小圈這個白白 那個是紙滑的防滑的 不然怕小朋友如果或者大人 我們下雨天在這個玻璃上面走動的話 可以走上去的 其實原本的設計是可以 當然因為怕民眾可能會不小心滑倒 所以可能大家是不鼓勵 但是實際上有做這些防滑的 基本上是希望可以跟民眾互動的 然後它的燈光是每一個小時 會有不同顏色的變化 而且當有人進來的時候 它會捕捉 大家看到下面這一圈有沒有 那都是攝影機 是捕捉到周圍人環境 就是環境的影像 會投射在這個玻璃下面的LED 會反映出來 所以它的變化是在晚上 所以各位如果有時間 晚上經過的時候 可以來跟作品做一些互動 那如果它不靈光了 請馬上通知暫停人員 要來做維修了 但是這件作品其實它的 而且晚上它的端點上方 每一個小時會射出一次那個雷射光 對 好像大家做慶典的時候 有那個雷射光的表演一樣 對對對 但是它是小小的 就是會有那個雷射光出來 所以這件作品呢 其實它很很花功夫的 也比較花經費的 就是在於這些科技 這種數位東西的一種變化 好 然後當然這件作品 它本身像一個發光的光速一樣 然後有延伸這樣子的一個 射出來的 大家就是看到這個羅馬數字的 從1到12 就是那個時鐘 那這個跟陽光出現的方向也有一點關係 好 我們就先去車站 去台鐵搭火車 搭火車之前大家呢 可以去一下化妝室 因為化妝室裡面還有一件 一個日本藝術家的作品 可能各位看電影 或者去日本旅遊有進入過茶室 那麼在日本的茶室其實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場域 那大家呢 會在茶室裡面裝飾的非常的典雅 高雅 讓整個環境跟茶道做一個融合 所以它就把這樣的一個空間 概念延伸到廁所裡面的一個裝飾 那在廁所裡面 大家會看到它用那個玻璃 玻璃板夾著許多生活裡面的物件 或者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看在牆壁裡面的壁看 裡面會放花或者放一些生活的物件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三浦光一郎他就希望說 把生活中間美麗的物件 跟一個我們其實跟身體相當 親密結合的一個地方做一個結合 這個藝術品的這個設置位置 它是走一個這樣中軸線的一個概念 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在這個軸線上面來發生的 而且其實當初很想做到那個屋頂上面 可是因為未來這個車站的上方 會有BOT的一個商業建設的案子 還會往上蓋 所以這個就所有的作品還是維持在地面跟地下 各位現在看到的這一件是 我們也是用邀請筆件的方式 所甄選出來的一位藝術家 顏明洪先生的作品 他的作品名稱非常長 各位可以看到 跳過一個消失記憶的影子 叫做洗口印記書寫 顏明洪老師這件作品 那麼這一件作品非常的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他這個線條的一個紋路 可能因為各位不容易從上方看 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講答案好了 它是一個指紋 大家那個拇指的一個指紋 指紋的概念 它從這個指紋一枚指紋去把它立體化 立體的造型化 變成一個這樣子有點弧度的 一個橢圓形的一個立體造型 那麼這個指紋呢 為什麼是指紋 因為指紋通常是一個人的身份的印記 是一個符號 古時候我們要做生意沒有圖章 我們用什麼 大家蓋子印 所以一個指紋它其實是這個人的身份認定 所以顏明洪老師在做這件作品的時候 他也是用這個指紋來做這個地方的一個身份的認記 因為松山車站這塊地方 古時候叫做洗口 洗口呢 其實它的古藝就是一個在河邊有一個轉彎的地方 叫做洗口 然後松山車站呢 有很有名的慈祐宮 慈祐宮 然後那邊還有什麼俠海城皇廟 這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宗教上面的信仰 然後再過去是古時候的基隆海港 基隆港的一個坐標 然後這個方向再延伸過去就是西邊的媚洲的這個天后宮 它從這一個設置方向的一個坐標 來說明這個地方的一個歷史的連結跟印記 那這個算是比較深的 但可能在作品說明牌也不會讓寫這麼露露等讓大家 可是當初因為我們在評審的時候有聽到 岩老師做簡報 所以這件作品會獲得評審委員的青睞 就在於這個藝術家如何去消化 去把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的背景 來融入它要呈現的一個作品當中 岩老師他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民眾參與活動 在這個松山國小四百位的同學 叫他們畫出他們心目中的這個幸福的紅花 然後就把這些同學們的幸福的 畫出來的幸福的紅花就轉印在他的這個作品內外 這個是可以進來的 大家可以進來 在裡面拍拍照或者可以看一下 然後裡面這個顏色還有一點螢光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紅對應在裡面的這種螢光綠 在色彩上的一個空間的對比也很有趣 大概將近有四五米高的這個作品 就是它也是一個邀請筆件 但是是由一位日本藝術家松本勛得標的這件公共藝術 叫做轉動幸福之環 那這一件作品其實它的材料大家看到 它這件作品算是一種激動藝術的一個典型的代表 那什麼叫做激動藝術呢 激動藝術有一種是利用風 利用自然動能的讓這個作品能夠轉動 像松本勛這件作品就是 它利用松山在這個廣場上面 可能產生的風切 作為它作品在轉動上面的一個動能 那當然另外有一種機械藝術就是 直接用電力是要消耗能源的 那個在戶外是比較不適合的 所以松本勛先生呢 它的作品的特質就是 它很善於利用這種自然能源 它把這種自然裡面的動力 轉化成它自己作品的一個動力 然後它的作品有結合了鈦金屬跟不鏽鋼 鈦金屬的部分就是在大家看到這個像一個小翅膀 這個青色的小翅膀這個材質就是 對就是鈦金屬它比較輕 那它整個呢大家可能會擔心 那這個作品在轉動的時候 颱風怎麼辦 因為這個藝術家呢 他特別就有在研究這個風組 跟這個 他的這個培林 就是裡面會轉動的這個機械是他自己設計的 所以當風到一定速度的時候 其實它會產生一種互相相抵的一種動能 它就不會再動了 所以大家看其實現在風大的時候 它也不會動得太快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件作品產生 第一個大家可以看到